我們感謝小青在這首發共同委員帶來想新的消息 接下來要來關心的就是大高雄市長選舉的消息 除了有這朝六天以外說有哪團出有人在賣民調 現在在高雄館有一間這個食品工廠有一個市長 說十月中的時候要請到十幾萬天去參加某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的經濟總部所成立的組織多年 說自己花錢一個人本來給他們五百塊 今天有這個市長是聲明說他們開始是有來收到錢 現在葛安鳳認為這是回選就是早六天 高雄市長選舉爆發了可能是發驚六天的事件 高雄地檢視頭一邊查到高雄館一間十分工廠 四所的市長在十月的時候 一萬天去參加一個市長候選人的祭祀暗會 活動結束之後又分給十幾萬人負一人五百塊 今天有7萬人想人家收到錢 檢放人家已經是很回選 檢放人家認為這樣的一個行為 已經跟這個勞務上面顯不相當了 認為已經涉嫌有這個 有會選的這樣的一個情節 檢放表示雖然說是法家班會 不過還是跟鎮祖沒有關係 那目前我們根據所查獲的資料顯示 跟這位市長候選人或者是他的競選團隊 並沒有任何的關聯 知道秋長沒有上班 雖然代表雖然說是秋長想要在那個 期間去倒六月 不是啊 有外勞 有那個小孩子 純粹是湊人數啊 哪有可能發加班會 你這個不是替公司做事情的啊 目前高雄地減宿已經讓西蘇的市長 已八萬公告報 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說的這麼單純 檢放要進一步調查 記者李雪蘭民教官 郭雄報道